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們在卡維蘭附羅來 對了 你要不要吃一下 吃一個嗎 試試吃一個 好不好吃 這甜度很高 對啊 不錯 卡維蘭是拉拉山上的一個地名 它更是我們裡面開始的地方 我們希望 我們把這個裡面 可以散播台灣的一個角度 吃個晚餐吧 早餐都吃著 對 三餐都是水蜜桃 我們是水蜜桃南海 有些事情 我們一開始在想要做的時候 是因為裡面 然後我們開始做了之後 發現它的困難在於現實 歡迎王菱卡維蘭 好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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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斤 可以 有 200斤我也要 這樣大概幾分 六分 六 五分半 五分半 沒問題 可以生一點 沒有關係 他是洪毅欣 2014年 在桃園復興區的高毅國小 當替代役 因此跟高毅部落 結下不解之緣 高毅部落是個三百多人的泰雅族部落 在泰雅族語稱為卡維蘭 我去年在當兵的時候 我那時候有在部落裡 有走動的時候 親眼看到一個農民跟盤商交易 那盤商它以一斤四十五塊錢的價格 收購它全部的產品 那當然說是部分大小 可是這個東西 它到了三下之後 它可以用差不多三到四倍的價錢 把它賣掉 因為不捨果農遭到盤商剝削 去年一心透過網路 協助部落銷售約一萬兩千斤的水蜜桃 今年他決定延續行動 並且成立卡維蘭公司 以高於盤商約1.5倍的價格 收購水蜜桃 讓果農有更合理的報酬 我們之所以為成立公司來全職的做這件事情 並且招募一票志同道合的朋友來做 就是我們希望說這件事情 可以很久可以把它做下去 決定成立卡維蘭之後 一心開始拜訪每一戶農家的水蜜桃果園 不僅和果農建立關係 也更了解農民的辛苦之處 它果園差不多在往前一兩公里的地方 差不多近部落站在一起二十分鐘到半小時 因為它從海拔七百飆到一千的地方 莊玉蘭的果園在拉拉山海拔一千公尺高的地方 大約六分地 平時只有六十一歲的莊玉蘭和她的先生在照顧 這個時候一定要這樣交叉得好 後來定書記給它定到中間 我們中廟有的是一年中 第二年他們就接 如果你照顧得好 第五年的話就是開始才收了 沒有那麼多 後來第六年 第七年 這個才是真正的要豐收了 就是這樣 我們的心好像我們在照顧小孩子一樣 小孩子讀書嘛 要什麼就給他吃 要給他嘛 像你孩子也是做葉子 一定要吃營養啊 水蜜桃從植苗 修剪到施肥 通常要等到第五年 才會種出口感好的水蜜桃 這期間五年的等待 國農沒有收入 只得想想其他辦法 我們原住民真的靠這個東西很可憐 像我們原住民靠種菜啦 種一點這個啦 水蜜桃啦 種一點甜絲啦 種一點那個橘子嘛 橘子啊 我還有種一點琵琶嘛 反正這一年十二個月當中 有四種五種水果都要種 為了讓消費者更了解果農的辛苦 一心在粉絲頁上分享果農的故事 也說明卡為爛的理念 如果我們認識的一位國農來講的話 它的一年成本差不多三十萬 如果它以一斤四十五塊 全部批掉的話 差不多可以拿四十萬 一年喔 它這樣子從從年初 差不多十二月就開始減資 施肥灌溉 然後到最後成熟 它就不到十萬塊的一個薪水 絕對沒有辦法當成一個正業去做 那如果我可以把這價格翻成兩倍 再給得更好 然後可以到三倍 那對它來講 這東西它就可以是一個正業 那它也會有動力去把它的品質顧好 不過要實現理想並不容易 第一個挑戰就是上山路途遙遠 從一新就讀的政治大學到高一部落 約八十公里路程 騎機車將近兩個小時 一新決定在部落裡租屋 隨時掌握果農情況 這邊雖然說待的時間不是很久 但是因為在這邊投注比較多感情 然後跟在地人也培養了一些關係 所以對我們來說這個地方會是比 工作場所要再更像家裡一點 如果我們沒有人在這邊 我們沒辦法即時地跟農戶去溝通 然後在水果品質上 我們也沒辦法做第一線的把關 我們晚上在洗澡的時候 因為這邊沒有熱水器 我們只有就是冷水 所以我們在晚上的時候都是洗冷水澡 這樣 然後因為這邊的水都是接山泉水 所以它的溫度都是來自山上的溫度 那晚上的時候 尤其山上它的天氣會變得比較涼 這個水的話其實差不多也 就是也大概七八度 我們看水蜜桃是看它的紅度 就是越深紅的水 就是水蜜桃代表它的甜度是越高 就是它這個肉毛的話 一戳上面有毛 而且分布均勻的話 代表它是一個比較健康的水蜜桃 至於大小力是不重要 大小力不會影響到它的甜 就像我們以前的踢他一個人 就是老師的蜜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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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好像跟他很熟喔 沒有 妳最近過得怎麼樣 妳罵他 踢他 過不 超級不好 超級不好 為什麼 老師會罵人 哪一個老師 她開始哭 今天 一心回到去年服役的高藝國校 這些孩子 去促使他賣水蜜桃的緣由 這邊是我以前服役的時候 服役的國小的學生的宿舍 全校差不多55位同學 那這邊住宿生差不多30到40位左右 那為什麼小朋友要住宿呢 有兩個原因啦 一個是家裡可能離這邊比較遠一點 第二個原因是家裡沒有人可以照顧他們 所以他們必須要來學校住宿 其實部落的問題是多元的 那我只能調一個部分去做 我或許可以跳下來當老師 那我是因為我個人自己的背景 對於經濟可能會比較了解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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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從這經濟上給他們一個動力 讓他們願意待在部落裡 那甚至部落的孩子 他們可以得到比較好的陪伴 那其實這樣子來講 他們就可以脫離很多目前有的問題 洪子安是高義國小的畢業生 由於父母都在山下工作 子安從小跟著祖父母在山上住 而今年家裡的田桃也交給異性銷售 那個是大的 是大的 對 大的 大的放這裡 這個是大的 小的 是中的 這邊喔 嗯 這邊的部落的小孩子 國小六年級 五年級就可以幫我們老人 年輕的在平地工作 我們老人是在山上工作 我們山上是沒有什麼可以做 除非是照顧這個火炎 很危險喔 他召集我們這個高義的人 到教會來說明 他這樣子幫我們 推銷這個 月桃、水泥桃、蜜蜜蜜蜜 我們看他的那個價格比較好 我們全部都賣給他 不會我們相信他 如果小孩一直都有欠缺陪伴的問題 不管是哪個偏鄉 都會有青壯年人口在都市工作 家鄉是老老父母的情況 那我們希望有一天 卡惠蘭可以介入這邊所有的偏鄉 要發展他們自己的產業 希望可以讓他們的青壯年人口 不用再到千里迢迢的 跑到獨市去工作 而可以回到家鄉 因為他們知道說家鄉有 跟外面至少一樣的發展的機會 誰還記得是誰先說 永遠的愛我 有以前的一句話是我們 以後的傷口 過了太久沒人記得 再說那些溫柔 我和你手牽手 好遲到一句 找到最好 卡惠蘭的水蜜桃 採用網路預購的方式 今年 一心找來正大廣告系的學生 一起參與行銷和視覺設計 哈囉 我們今天已經把盒子做好了 好耶 那它是 它這樣設計的裡面是什麼 就是現在你看到旁邊裡面 就是我們希望讓它有點原住民 因為山上是泰雅族嘛 是 然後我們發現泰雅族蠻多 就是有些圖騰的 用幾何圖形做出來的圖騰 對 所以我們希望旁邊加上 這樣子的感覺 了解 對啊 然後希望用 跟我們LOGO一樣 有那個銅 有那種粉紅色 讓整個比較有溫暖的感覺 那紙盒有選比較厚的紙盒 對 就是比較防止它在運作過 所以這個成本應該是 比原本的要貴 再貴一點 但是保護的效果應該比較好 因為去年不是 在運送過程中會出一個狀況 對 因為幫果農去爭取權利這件事情 因為可能當地果農 沒有更好的行銷頭目 那一星決定要幫他們 創造一個新的行銷頭目 讓他們能夠得到應有的收入 這件事情 我覺得是很有意義的 其實我第一次去拉拉山的時候 我覺得當地很漂亮 然後就是很像一個世外桃園 這樣然後人也都很和善這樣 沒有想到說就是當地會有這樣的問題 對 所以也是經過一心跟我們說才知道 原來其實在這樣的部落 而且不只是這個部落 都會有存在這樣的過能 被剝削的問題 卡威蘭團隊共有12人 由於他們無法提供試吃 因此更注重和消費者的溝通 以消除網路販售產生的距離感 你們這一次上去 就是你們有拍一些生活的照片 所以我想說 就是客難的那些東西 玩的客難 對 不是就是吃泡麵 我覺得可以也就是跟消費者拉進去 我還是有 有 上次我們不是有 我們煮了哪些東西的那個 對啊 是嗎 可是那好像沒有放到 太高級了是不是 沒有放到粉絲專業 沒有放到粉絲專業 還有我們單國的一些情況 處理到你 對啊對啊 我覺得好像可以放 基本上我們跟消費者最大的互動 就是就是粉絲專業 那我們也有嘗試過很多方向 有一些是知識方面的 比如說跟大家講一些 拉拉山的小知識 大部分消費者好像都會比較喜歡 生活化一點的話題 就好像是我們最近在幹嘛 或者什麼的 對 或者是一些 看起來很好吃的食物 對 那我們就 大部分會用這一些來吸引 那我們今天主要是摺紙箱 我先教你怎麼摺底部 底部是這樣 就是你要先把每個洞 它上面會有這個 要全部把它戳掉 一樣也是就是戳進去這樣子 這個是我們就是合作的 其中一人的恩戶的家裡的小朋友 一星哥哥就是幫我爸爸還有叔叔 他們有在賣水桃 然後昨天就有認識 然後就請他請我幫忙 我今天就來幫忙 好 很熟練 專業 持續進入五月底 正是桃子的收成期 由於人手不足 一星找來洪子安幫忙 然後趕著到處拜訪農家 收購水蜜桃 這個是刺激盆的樣子嗎 那是壞炸的 因為我想說如果刺激盆的話 我這邊也會需要 什麼東西啊 這裡啊刺激盆啊 對啊 我直接要啦 你要嗎 帶走啊 可以嗎 那你們水蜜桃現在還好嗎 現在的情況 水蜜桃是OK 還OK 如果沒有碰到颱風的話是OK 我也是擔心這一點 因為今年的水蜜桃 今天小人家聽說品質會不錯 今天應該OK 如果說老天助我也的話 應該是OK 真的啊 因為我們連續兩年都碰到颱風天 碰到兩年耶 我是因為我想要說找脫手 我們沒有想要說要去賺這個錢 為什麼 因為講真的 因為猴子吃得差不多 兩萬多張吃得差不多 已經沒有那個心了 這個只是在搶救一些 收一點點的人 可是我剛才吃我覺得你們的品質 還算是不錯的啊 還不錯吃耶 對啊 你這樣子 整個就更好吃了 你這樣子拿掉 我覺得是滿可惜的 像他這種年輕人 到山上幫我們原住民是很少的 因為沒有接觸過這樣子的事情 他沒做過 那他是有那種心說去幫助我們 沒有辦法出去銷售能力的那個部分 那個區塊 然後也是減少我們那個壓力 目前高益部落 已有十多戶農家 與一心合作 雖然收購價格 較一般牌商還高 但一心也曾經踢到鐵板 我們價錢開得比較高沒有錯 但是有些農戶 他可能會覺得 既然我在幫助他們 但應該幫到底 所以說應該要開全額 但他可能就沒有考慮到 就是我們必須要有自己的成本 我們必須要招攔優秀人才 再來可能是信任感 你要如何博取他們的信任 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為對在地人農戶來說 泰雅族他們對於跟平地人 其實並沒有歷史上 並沒有相處得那麼愉快 那尤其是大部分的盤商 都是平地人的情況下 你要怎麼相信 你又有一個平地人 然後跟你說 他願意來幫助你 這件事情 所以 是需要時間 博取他的信任 他願意來幫助他 他願意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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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所要求的 不過就是一個合理的報酬而已 而我確定這個東西 是我可以給的 只是說 我沒辦法給的是 我沒辦法實時刻刻地 待在這邊 我把願意跟我配合的果農 我把它照顧好 他願意跟我配合 我們之後就可以長期地走下去 那霧瑤就會吃馬力 我覺得 如果我們可以做出成績 來當地人 他們知道說 甚麼對他們是好的 他們會自己做出決定的 好 吃個晚餐吧 早餐都吃這個 對 三餐都吃水蜜桃 我們是水蜜桃男孩 他要吃他晚餐 是因為 第一個我們很忙 沒有時間去煮飯 因為我們只有兩個人 在這邊 找不到其他地方 可以買東西吃 所以… 而且又已經這麼晚了 我們只能吃水蜜桃 我在這裡10天 大概就瘦了7公斤左右 原本這裡是蠻有肉的 那現在最後回家 我媽問我說 你怎麼變瘦那麼多 到底是發生了甚麼事情 雖然說現在也是覺得 有點累了 但是還是要繼續努力地做下去 去年只是說 來不及看日常要把東西送出去 今年只會看日常 我們還要有包裝的時間 由於貨運公司 無法到拉拉山再送水蜜桃 他們也得克服貨運問題 可能我們會 就是忙到十一二點 那雖然說里長願意載我們下去 但是他不一定會載我們上來 因為我們還要去大榮 然後把東西都弄好 所以我們最遭到的情況就是 我必須要騎車下去 因為等一下結束之後 我們必須要騎車上來 然後明天早上要繼續工作這樣 今天要送七十個 對昨天弄到幾點 差不多十一點多 那我就要這樣 這樣就交給你 這邊就交給我 好 這樣 拜拜 從要出貨這一件事本身開始延伸出去 找不到貨源 然後找不到人配合 然後各方拒欠 什麼都沒有 然後還會被撥人水就是說 你們這樣不行啊 心理壓力就會很大 有些事情呢 我們一開始在想要做的時候 是因為理念 然後我們開始做了之後 發現它的困難在於現實 我不曉得是因為出貨壓力比較小 然後到了三下就覺得 我有繼續走下去的動力了 今天 郁星和夥伴們回到鎮大擺攤 販賣自製的水蜜桃冰棒 來 辣辣山水蜜桃冰棒 歡迎吃吃看 今天打卡就可以特價這裡 來這裡跟我們一起打卡 水蜜桃冰棒 我們吃的水蜜桃冰棒 來吃吃看 水蜜桃他們原本比較醜水蜜桃 反正是直接丟在果園裡 那少部分會做一些比較初級的加工 可是那些東西他們第一個就是 各家的做法比較不一樣 然後而且它沒有辦法就是 他們只能自用 因為那數量也不多 那我們希望說 我們這樣的做法可以帶動 讓原本就已經沒辦法有創造更多的價值的水蜜桃 讓它有重新可以跟消費者接觸的機會 那甚至給它覆蓋 幫它增加說多出於原本的價值 水蜜桃冰棒 水蜜桃冰棒 然後再加蜂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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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困難重重 不過拉拉山上的水蜜桃夢想 卡維蘭堅持陪著果農一起繼續走下去 所以這裡可以說是我們開始的地方 那我們要從這邊開始 然後把我們在做的事情慢慢的推廣出去 未來不只是拉拉山 那可能只要是有農夫有農業的地方 就可以看到卡維蘭的存在 我的路不平淡 縱然還有一點難 我的淚混著汗水隨風乾 我的心不平凡 挫折讓我更堅強 因為我的名字叫勇敢 我看到我 你不會再一次 大哥